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老年朋友们总是腰腿疼痛,缺钙,营养流失,身体总是钙补不上去的。 我们要及时地去,禁止这些行为,需要给身体增加能量,增加钙质, 这样老年之后才能够身体强壮,腿脚有劲,吃得香睡得好,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。 大米加它,堪称是不钙王,是不钙的能手,比吃任何的昂贵不要品还要好。 我们来准备适量的大米,我用的是梗米,其实大米和梗米都是一样的,都是一种米类。 主要的米,香香的,糯糯的,甜甜的,很好吃。 我们家比较爱吃米饭,就算是不吃菜,也能吃两碗米饭。 大米煮粥和,更是甜糯,香香,营养丰富。 我们吃大米,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。 大米,健脾养胃,暖肝,滋补营养身体。 大米的钙含量比较充足。 吃大米,能够补充能量,可以为身体机能增加营养。 我们吃大米,容易消化吸收。 小朋友,懒年朋友们,甜味不好,都可以吃大米。 大米,糯糯,香香,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。 搭配小米一起煮粥,真的是很好喝,有营养。 准备一点包好的杏仁,这个杏仁是我们树上摘的。 晒干之后直接吃,就是坚果的杏仁,香香脆脆,还好吃的。 很多朋友们都会说,早上起床之后,给孩子们准备早餐, 都会准备一点杏仁,或者是荷桃等等。 因为杏仁,它是很有营养的。 杏仁的钙比较多,而且还有维生素。 吃杏仁,能够补充钙能量。 如果你不喜欢直接吃大,小孩子比较抗拒, 那么放到粥里面,我们打成米糊喝, 又能够增加了营养。 小朋友也没有吃出味道,真的是很不错。 像老年朋友们,经常腿脚疼痛, 缺钙,这个时候就可以吃杏仁。 杏仁能够很好的补充钙能量, 所以可以吃杏仁,又能够补充钙质, 还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,又好吃, 两全十米的好食物。 杏仁的价格也无每价连的,也不是很贵, 都可以吃得起的一种非常好的坚果。 每天早上当做早餐吃,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食物。 准备一点黄的小米。 小米,很多朋友们不会挑选, 有的时候买回家的小米, 喝起来没有那么的黏糯。 煮出来的颜色不是很黄, 不好喝,也不好吃。 其实选小米也有技巧的, 可以看一下颜色。 如果颜色比较深, 发黄, 发橙, 浪的小米, 是比较好的,优质的小米, 没有任何的异味。 煮出来的小米粥, 又有米油,又黏糯,又好喝。 小米粥为什么身受很多朋友们的代爱呢? 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 还是小孩子, 都爱喝小米粥。 因为小米粥, 有米油, 米油营养比较丰富。 在所有的汤里面, 带有米油的米汤, 是非常营养的。 小米油能够不脾胃, 如果脾胃不好, 消化不好的时候, 胃不舒服的时候, 都可以喝一点小米粥, 能够暖胃,暖心, 可以补充我们的营养, 补充钙质。 老年朋友们经常腿脚疼痛的, 都可以吃一点五五杂粮。 老话经常说, 药补不如食补, 所以说吃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, 特别是五五杂粮, 都能够很好地补充营养的, 非常好的食物。 小米大约准备30克, 一小碗即可。 我们来准备一颗人参, 就人参个头比较小, 但是不要小看它, 个头虽小, 五脏俱全, 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大。 人参, 是一种非常滋满的食物, 我们要平时泡水喝也很好, 煲汤放几颗人参, 能够很好地补充营养。 人参是一种难得的食材, 它又贵, 但是营养非常的丰富。 老话经常说, 药补不如食补, 所以我们吃一点, 对身体有好处的食物, 要比吃一些保养品比较好。 像人参, 海鲜产品, 五股杂粮, 都要吃一点, 泡水和煲汤都能够激发出营养。 人参我们需要小一点, 不能多吃, 虽然东西比较好, 吃到它容易上火, 容易引发不适的情况, 因为人参是良性的, 所以一定要适量吃。 准备一点包好的荷桃仁, 荷桃朋友们更不陌生吧? 很多人爱吃荷桃, 我们家孩子每天都要吃荷桃的。 荷桃为什么非常好的食物呢? 老花也经常说, 乙行不行, 这是老虎语, 那么荷桃形状像大脑, 所以说我们吃荷桃, 能够为大脑补充营养, 可以很好地补充钙质, 使我们的大脑能够充分地得到营养。 实际上年纪老年朋友们, 都会有脑萎缩健忘的情况, 这个时候可以吃一点荷桃, 可以有炎黄大脑的衰退, 使大脑保持清晰的头脑状态。 荷桃钙含量也比较多大, 吃荷桃能够补充钙, 补充膳食纤维, 补充维生素的。 荷桃口感又脆, 咬一口嘎嘣响, 真的是又好吃, 又营养的食物。 每天早上, 我们吃到一餐的时候, 吃上三到四克的荷桃, 能够补充一天的坚果所需要的营养的, 非常的好。 这种腰果, 吃坚果, 盖含量也比较充足, 平日每天, 当个零食吃, 我们可以把小孩子的饼干, 零食换作这个腰果, 坚果吃, 既能够补充钙, 又能够增加坚果含量, 真的是很不错, 营养丰富, 物名家庭的食物。 腰果, 含有腥, 膳食纤维, 蛋白质含量都比较充足的。 吃腰果, 能够很好的增加身体的能量, 可以补充钙质,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。 准备几颗红枣, 吃红枣能够补充维生素的。 因为红枣被誘为维生素丸, 它的维生素含量, 要比新鲜的水果更高, 而且还有膳食纤维。 红枣是我们女性朋友们, 一种美容的食品。 经常吃红枣, 能够对我们的皮肤比较友好, 使我们的气血充足, 脸蛋红润光泽, 红枣里面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, 还有心, 钙等等。 所以吃红枣, 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,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。 红枣甜甜的, 糯糯的, 又好吃又营养, 吃红枣又能够补充营养, 又能够补充钙, 而且能够非常不错的增加钙含量的。 把准备好的食材清洗干净, 这些食材看似比较干净, 但是有灰尘杂质的, 好好的洗一洗。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。 大米红枣粥煮好了, 香甜软糯的, 不需要放糖, 这里面食材都是可以吃的, 而且会有甜味, 甜丝丝的, 特别的好喝。 这样煮好的汤, 经常喝一喝, 能够为身体补充钙质, 无够杂粮, 营养又丰富又好。 我们常喝, 可以缓解腰腿疼痛, 缺钙, 头晕, 失眠, 能够让你身体强壮有力气, 吃得好睡得香。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这一期视频再见。